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真的这些真正需要被关注的老人 在山东省青岛市 这两年出现了两种新的养老模式 喘息是养老和记忆是护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家住青岛市里苍区 新城路社区的池泰元老人 今年已经83岁 两年前他患上了脑血栓 后来腿脚一直不变 如今上下楼也极为费事 他的老伴张玉元也已经81岁了 腰椎一直不好 近一年更为严重 需要借助助行器才能行动 池泰元不仅要承担家务活 平时还要照顾老伴 爷爷奶奶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 就是走路不大那么利索 有点累 其实他不能走了 他不能活动 这得也要 要不好 要不好 记不起来 想去房去吧 他在这建树局这个村坊这个边 这个建树偷胎 偷胎不能偷 一个罐罐吧 它滑 垫着 一盒子就不得不得不得就不得 这都他偷 我说年轻的时候你伺候我 今后我伺候你 一幅度急的这个人你不洗不行 菜你不做他不能动菜 你就得我做 因为两位老人的身体都不好 如今照顾他们的重担 都压在了他们的独生女儿 池燕萍身上 池燕萍一方面要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丈夫和孩子 也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家照顾二老 但他心里始终担忧父母的身体状况 您平常工作忙吗 工作挺忙的 我们八点八上班 回来一半六点多了 白天也没法照顾老人 你就周六周日吧才行 其他真的没有时间 那您有想过把爷爷奶奶 就是送去养老中心吗 说实话这个观念 我们现在还没有转变过 我们也觉得如果老人 我们自己不照顾 送去我们觉得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这件事我很接受 因为我觉得他们白天 把那天中午在家 吃饭什么都不行 自己都做不了 很凑服 如果有个地方白天可以去的话 这真的挺好的 这个白天我一直很接受 但是他们现在他们自己以前是不太结束 我爸现在关键应该转变 就是悲点吧 吃两次 亲自动饭 没有事就回来就可以 吃太原前不久 从邻居那里打听到 社区里有家新开的照护中心 提供日间照护 专门照护 独自生活困难的高龄老人 于是一家人商量后 吃验平决定 周末先送父亲吃太原 去这家提供喘息服务的 长者照护中心 体验一下那里的日间照护 再决定是否让二老长期入住 吃太原老人现在正在照料中心 体验日间照料 这家照料中心是针对 哪些特殊群体的老人 这里又是如何照护 这些老人的呢 我们一块进去看看 长者照护中心 既是青岛市的社区定点诊所 也是养老机构 专为这里失能半失能 术后康复期和长期慢性病老人 进行日间照护和短期入住 为他们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充当了医院和家庭之间的中转站 这样家人就可以将老人早上送来 下班后再接老人回家 老人的子女可以减轻照护重担 得以喘口气 根据吃太原的身体状况 中心给他安排了康复治疗 这位正在给吃太原推拿的医生 叫李文青 他已有八年的临床经验 在当地口碑极好 李文青每天都要为这里腿脚不便 身体不适的老人进行针灸 推拿等一系列康复治疗 爷爷您感觉舒服些了吗 舒服 鼻带我进行活去 舒服 李大夫爷爷对您赞不绝口 一直在夸您 爷爷身体状况是属于什么样的 你想中风后遗症 主要还是这个锻炼 锻炼得越细致 它恢复得越好 咱们这种中心 主要还是去说一个短期入住的 就是越生命毛病 中风后遗症 尤其就是说 你像大爷这种的 你说中风后遗症 它短期入住吧 康复完了之后 它可以回家住 对对 费用怎么收呢 免费 免费啊 咱这边是 它是跟政府的一些项目 它是挂钩的 我们做吧 就是说不收老人费 但是政府是替他们买单的 根据了解 这家照顾中心一楼是门诊 为失能半失能老人 提供一氧结合的康复治疗 其中 体检 针灸 推拿等康复治疗 是免费项目 由政府买单 在照顾中心二楼 则可以阅读 休息 用餐 还有一些 无障碍的服务设施 这些服务设施 是否真的能为老人 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呢 我们找到 照顾中心的院长 徐静 了解一下情况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的 厅长您好 奶奶好 我想参观一下 咱们这个照顾中心 好的 行 那我先带他们过去 你在这玩玩 好 我们往那儿去 好的 这边是老人住的地方 对 这是房间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给失能半失能老人 准备的 无障碍的卫生间 首先你注意到这个门 这样的推拉的门的好处呢 它减少了空间的这种占用 但那种减少了障碍 它写着轻质滑轨门 非常轻啊 一拉就可以了 是 再就是它比较宽 还有呢 您还注意 我们原来这个地方 是一个二等台 那现在我们改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坡度的 这样用轮椅的 和住心器的老人 它都方便它的出入 那我们再进来看一下 好 这个呢 我们进来直冲着 这是我们在家里 常看见的洗手池 但是你注意到 这个和我们家庭用的 有什么区别吗 就这个墙上 有两个橙黄色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一个是颜色 你刚才说了 挺扎眼的 那么因为这些 那个半失能的老人啊 他往往有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他对这个色彩的分辨呢 一定要很强烈的色彩 他才容易看得到 颜色如果是太容易 混淆在一起 他看不到 再就是半失能的人 他在洗澡 洗漱的时候 他需要有东西倚靠 那么这样的这个扶手呢 我们想 这个他能看得见 放下来以后 他就可以靠着 那这些失能的老人 他可以倚靠在这儿呢 或者是抓着在 在这个地方呢 他比较方便 这样减少了 他这个摔倒的 这样的风险 很坚实啊 是 那么然后用完了以后 如果在家里 他是不是还是 又形成了一个障碍 所以用完 我们这个是个活的 还可以把它再放上去 还节省空间 是 专门在洗手池边 设置的扶手 从细节上 给老人的洗漱 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使那些半失能老人 减少了摔倒的风险 这里还有一些 无障碍注意设施 也让人眼前一亮 注意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真想不到 这个是什么用的呀 这是一个 按摩系吗 帮助老人洗澡的 你看哈 老人呢 他最容易发生摔倒 是在洗澡的时候 有水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有体会 很容易打滑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减轻他 站立的这样的 这个风险的话 那我给他一个凳子 这是一个 洗澡的时候用的 然后呢 这是呢 淋浴的这个喷淋头 这上面这些小个 都是喷头吗 对 这些都是 你看哈 如果一个老人 在这洗澡的时候 如果他坐着 你看哈 如果是这样坐着的话 他如果要洗后背 这个自己要转过来 转过去的话 其实他就 移动会增加风险 那么这样的话 后面有这个喷淋 侧面有这样的喷淋 他就在这个位置 不动的话 他也可以有这个 就是更多角度的水源 是可以用的 全方位的一个喷头 对对 收进去以后 这边又减少了 对空间的这个占用 减少了这样的一个障碍 然后再就是 这个椅子也是 就是几种选择 这个椅子也是 就是防滑的 越有水 你看他这抓地的 这个是越结实的 下面有个像 小鸡盘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还有呢 他还可以拿过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 轮椅的老人 他其实最不方便 他从轮椅怎么移过来 如果这样的话 平常我们的椅子 要么没扶手 要么有扶手 那么有扶手的话 它不是个活的 那这样我们从 轮椅上到这来 它是很方便的 然后过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扶手放下来 这个更适合 就是他坐也不是很稳的 这样的老人 用这样的椅子 那这个呢 还有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这个呢 是一看是可以活动的 就是如果老人不动的话 我们可以帮助他来 这样的做一个调整 这样尽量地减少 他在这个有水的地方的 那种活动所产生的风险 通过这个徐院长的介绍 我发现咱们这个卫生间 确实涉及的 非常的人性化 无论从椅子 镜子的高度 还有底下一些防滑垫 还有一些 基本每个设施 都可以看到有扶手 确实能为一些 失能半失能的老人 提供很大很大的方便 到了下班时间 池燕萍来中心 接父亲池太元 根据一天的体验 池太元和老伴张玉元 很可能会成为这里的常客 这样他们可以得到 康护治疗 也能使池燕萍的生活 减负不少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我发现 船西市照料中心 它既是社区的定点诊所 也是社区的养老机构 那么除了承担 定点诊所的功能以外 它还为失能 半失能 术后康复期 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老人 提供医养结合的照料服务 充当了医院和家庭之间的 中转站 那么除了这些半失能 以及处于术后康复期的老人以外 面对一些身体情况更加严重 甚至是全失能的老人 我们又该怎么办 当地人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解决这一难题的呢 84岁的张桂兰 加入青岛市里仓区 镇华院小区 两年前她得了健忘症 老人平时有一个症状 就是一天要洗无数次手 每次洗完手 又要一遍一遍地重复洗 严重时手都洗开裂了 而媳妇刘芳和婆婆在一起生活 二十多年了 因为小两口白天要工作 刘芳总是做好拌菜 放在锅里保温 让老人饿的时候吃 如果张桂兰老人自己做饭 煤气旺观是常有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人的健忘症也越来越严重了 为此家人担忧不已 那现在的事您会做吗 现在的事不愿意乎我 我得问媳妇 奶奶您是什么时候 去咱们那个 记忆室照料中心的呀 奶奶我想不出了 想不起来了 去了多久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出意子了 那在那您都做些什么呀 在那个就是那个 我去这个地方 对 也不做什么 做什么来忘了 做来我也不是做什么 忘了 他就是往事 就在一块 在一块挺严重的应该说 你这个事吧 你给他说了一遍 他调个时候再问 你再重复一遍 他再问 再说 他都问五六遍 一会儿就说吧 你怎么说了五六遍还说 我哪说五六遍 我就说了一遍 他自己记不住 有个人传单级了 他可能传了两件 传了三件 您是怎么知道 咱们这个记忆室照料中心的 因为我们家离这里不远 就是说从那走 我就发现了 白天去 然后接回来 每天就跟送幼儿园一样 他自己说什么 哎呀我也不是个小孩 那个意思 我说你现在就是小孩 你不小孩的话 为什么要把你送到那里去呢 老小孩嘛都 奶奶送到那里 你们就放心了 放在那里 就是很放心 他不是放心 岁月放心 全是很放心 那奶奶送过去以后 对你们生活 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很大的帮助 我们没有后果 只有上班 该上班上班 要不他在家 我们都老是操心 就是在家里怎么样 他在家不放心 出去以后 他也不敢叫他 上远地方去 但是说在家里边 门啊什么都不放心 通过了解 夫妻俩将老人 送去附近一家 记忆护理日间照料中心 短短五个月 张贵兰的状况 有了明显好转 据统计在中国 失能失智老人 约占老人总数的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之后 健忘糊涂 尤其是失智后 记不住家人和朋友 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 目前失智老人 多由家属看护 许多家庭 应缺乏足够的人手 精力和专业技能 而不堪重负 社区管理中心 也时常收到 来自居民 关于这方面的反应 面对这种情况 青岛人也一直在探索 建立专为 失智老人服务的养老机构 就在两年前 这家记忆护理日间照料中心 开始运营 为很多家庭 解决了养老难题 邵知心是这家 护理中心的照护主任 他从事养老工作已经17年了 对这份工作 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热情 为了能更专业地照顾 那些记忆力衰退的老人 他和社区工作人员 经过一番商讨 给中心取名为记忆护理 老人上了年纪 身体上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 像张贵兰这样生活不能自理 家人白天又因为工作 无法照顾他 这种情况下 李仓区专门针对这些老人 提出了一种新的养老模式 记忆式养老 那他究竟是如何 对老人进行照顾的呢 我声明的这位 就是这家记忆式照料中心的主任 邵知心 咱们照料中心主要是 针对什么样的老人 主要接收失智 失能 还有高龄老人 那年龄段大概在 在80岁到90岁以上 那咱们一块儿进去了解一下情况 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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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握我手 来 我亲你一下 对不对 哎呦 拉着我的手 这位老人家是92了 如今中心有35位高龄老人 在这里接受照顾 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2岁 最小的也有80岁 一片一片 不重样 我们中心呢 在按照这个工作流程 来给老人家安排一些活动 手指操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OG训练啊 包括唱歌 下棋啊 先生操都有 你看看这个老人家 通过这个家球 家球呢也就是 老人家的这个手指运动 通过康复以后 老人家吃饭很年轻时差不多了 还有老人家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们这样的 是套圈的 我们这个套圈 也就是说 也就是这样 最要是干什么 就是对他的一些平衡 再一个呢 就是支起了一些康复 在这家照顾中心 这些高龄老人 每天都要上课 来帮助他们进行康复 户头皮球 能锻炼肢体和动作协调 像这种套圈 也是老人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它能让老人锻炼平衡能力 那么这样的训练 是否真的对这些 失智老人有所帮助呢 我们也决定感受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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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来 上一个 来 这个扔出去 还有一个泡沫线呢 好厉害 奶奶好棒啊 八个全中了 就差一个呢 奶奶刚刚教了我怎么套圈 那么我也去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比奶奶套得多啊 奶奶您看我套啊 小朋友也不错 要怎么您教一下我 就这样 慢慢的 使用的就是 你使大个地儿过去了 使小的就是照着撤 劲儿要使得刚刚好 对 使用的就是 奶奶您看我套中了几个 小的就是这样 五个 就说五个 对 刚刚奶奶在教我套圈 我发现啊 这个对于高龄老人的康复 确实有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这个套圈吧 它对力度和角度 都非常的讲究 而且注意力得非常的集中 可能我们年轻人 都未必能做得到 但是像张奶奶这样的老人 在这儿经过训练之后 就能做得非常好 那这儿还有哪些训练 对老人们又有哪方面的帮助呢 除了套圈 这里的护工 还会根据老人不同的个性 安排他们喜欢的特余活动 像边踩身 能锻炼老人的逻辑和动手能力 拼图也能缓解老人 健忘所带来的困扰 以前张贵兰老人用筷子很不方便 现在进行康复训练后 手也练得特别灵活 加玻璃珠比年轻人的厉害 我听说张贵兰奶奶是整个照料中心里面 加玻璃珠家最厉害的 我决定和奶奶比试比试 奶奶咱们比个赛好不好呀 比赛 那怎么比呢 规则 您对我说是规则吧 咱们用一分钟时间 开海水枪的多手 好不好 开始 奶奶这么快呢 我一个都加不住 加不住 赶快别人家 这时候你也就业了 奶奶这太快了 不快 我等你 我终于能够加上一个 它一直在跑啊 我加也加不住 我怎么加了 时间快到了啊 快到了呀 好 时间到 时间到了 这个结果也太丢人了吧 看啊 阿姨加了多少颗啊 我一说 来 2 4 6 8 10 12 12颗呢 12颗 阿姨加了12个 我呢 奶奶 一个 大伙看啊 这是奶奶加的 这是我加的 其实拿出来比还挺忧人的 奶奶一分钟之内加了12个 我才加了一个 可见奶奶平时啊 没少做这样的训练 动作非常的娴熟 对 因为阿姨刚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 阿姨这个手啊 夹菜的时候呢 就不是特别灵活 我们所以就在这方面 给它加强这个锻炼 现在呢 阿姨夹这个玻璃球 特别快 然后夹饺子呢 那时候一夹一个锻 然后现在夹这个玻璃球呢 也是我们这个中心里面 最快的一个 最棒的一个 对 张奶奶 这个对您生活有帮助吗 比那时候找练强 对 比刚来的时候强 对 比刚来的时候强 它越学越熟练了 会了这个吧 就是管哪儿 管这什么蛋糕 记忆护理智监造了中心 为师智老人提供了 更专业的康复训练 对老人的体力和记忆力 都有所帮助 也缓解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 近两年 青岛市里仓区新型养老机构 蓬勃发展 目前除了24家大型养老机构 还建成了75处社区日间照护中心 具有心理咨询 日间脱养 康复护理 文化娱乐等功能 成为青岛市社区养老的 重要载体和平台 随着两种新型养老模式的 出现和发展 填补了以前的养老空白 解决了一部分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压力 川西市养老专为 半师能和黄金康复区的老人 进行康复照顾 记忆师护理 专为失去症的老人 进行特殊护理 真正做到老有所乐 那么不久的将来 青岛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养老模式 他们又会为人们以后的老年生活 带来哪些改变呢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走遍中国》 也期待您通过栏目的官方 微博 微信与我们交流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